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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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是sampling sampling 其實大家都很困惑 然後也很重要 我們常常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那我們完全看我們手邊有多少資源 實際上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去說的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從單一產業或單一公司 收集所有的資料 它的好處是我們內部效度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 它可能的confirming的東西會少一點點 你可以理解嗎 大家同一個產業同一個公司 就是同質性會高一點點 那如果是從很多的產業很多公司收集的話 那你的好處是 你的外部效度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的樣本來源組成性比較複雜 所以相對而言 你如果獲得一個有意思的結果 它的類推性可能會高一點 但它的風險是什麼 有可能很多的混淆變相 你的內部效度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那基本上我們在做問卷調查研究 我們在做所謂的數量分析的時候 我們一個基本邏輯是 越多越好 只要你有資源 只要符合道德的層次 盡量收集資料 也就是說在一個不浪費的情況下 盡量收集資料 因為我們現在非常多的統計模式需要大樣本 需要大樣本 已經不是傳統那種 我收個那個一百個人資料 我這樣隨便分析一下就能發表 有些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很多文章都要去分析什麼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ratural equation modeling 你知道那些分析 你沒有三百個樣本都不穩定 所以這個東西是會 而且什麼 在量化研究裡頭 你如果這兩個 如果你探討的變相 它真的有某種關聯性的時候 你盡量收集樣本 它比較容易什麼 看到行星 看到顯著 同時你的回收率要清楚報告 那這個是一般我們去report 很基本的流程 所以在收問卷 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一定要把你的東西弄清楚 我之前投保一個國外期刊 還蠻不錯的期刊 我告訴他那個 我的回收率在八成 就83%左右 你知道那review回覆什麼 他覺得不可相信 Unbelievable 就是怎麼會那麼高 那因為一般在美國 他們收集問卷回收率 做得很用功很認真的 差不多三成到四成 那我們就告訴他說 我們是怎麼收的 所以我們確保 可以拿到那麼高的回收率 所以他們就接受了 就接受 因為有些時候 過高的回收率 代表一件事情 什麼事 嗯 造假倒還好 其實我發現 我們大家做問卷研究 稍微乖一點 但是我發現 學生做的研究 有時候會造假 要小心我 曾經抓到一個學生 不是我自己的學生 但是他造假 他怎麼造假 他急著要畢業 他問卷只發了四十份 怎麼造假 copy pass 貼了四支 那因為我習慣做 就是我在看論文的時候 我會去查他最後 查一些一些 比如說correction table 什麼之類 那個很容易看得出來 很容易看得出來 然後就抓到這個家伙造假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當回收率太高 會有什麼情況 很簡單嘛 就是老闆交代你要填這個問卷的 你不能不填 而且你填完還要簽名的 那這個問卷它就有風險 什麼風險 如果你的問題 有問一些太敏感的話題 那個可信度就會下降 OK 所以很多東西是連在一起的 一般收集多少個 一般在回歸分析後 就是說我們樣本數至少150個以上 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如果說你的回歸分析裡頭的 預測變相很多的時候 你的樣本數也要相對提高 好 相對提高 探索性技術分析 就是我們用那個SPSS之類的 去run exploratory fat analysis 在那個data reduction裡頭的 那個功能 大概是要大於200個 才比較穩定一點 那一般它的sample 跟ASMA的ratio是5比1 就是說 你去分析一個40題的量表 你起碼要給我200個樣本 它會稍微穩定一點 什麼是穩定 不代表你的結果一定不對 但是很可能 別人再收個資料 再跑跟你長出不一樣的結果 那就不穩定了 那在確認性技術分析 可能是250到300以上 那剛才講的coefficient model 假設你是兩個層次 我最近看了有些研究 開始要玩三個層次了 如果是兩個層次的時候 通常你的層次 就是在每一個層次 最好都在100個以上會好一點 那因為你的個體層次 要比團隊層次 就一個團隊有好幾個個體 這樣預測起來會比較穩定 如果你的團體只有一個個體 那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好隨機預測 也沒有什麼團隊概念可言 那目前常常在用網路問卷 那網路問卷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在網路上填問卷 而是你怎麼知道誰填你的問卷 懂我意思嗎 我們在Facebook上丟什麼 請大家來幫忙填問卷 我對這種事情都覺得很感冒 我覺得 今天阿貓阿狗可以去填 他可以偽裝他是ABC 不是那個ABC 他可以偽裝A 或A偽裝B 或偽裝C 因為他偽裝越多次 他可以抽獎的機率越高 不是嗎 所以問卷研究不代表 在網路上填問卷是錯的 而是你要知道誰填你的問卷 如果你不知道誰填你的問卷 那只是大家在進行一種什麼 上下交相賊的一種做法而已 反正我叫他們不要作假 那他們要作假不關我的事情 所以老師你不要怪我 這個不是做研究的態度好嗎 因為記得一件事情 當我們做問卷研究 我常跟我學生說 做問卷研究看起來很輕鬆 但是你在發問卷 收問卷過程中有任何的閃失 你這兩年來的努力就白費了 當你的填達者沒有認真填達 他會造成什麼情況 他的variance會下降 對不對 變相的變異素會下降 來變異素下降之後 會什麼造成困擾 你的correlation就不會高 你的相關就不會高 你的相關不會高 如果說你今天研究的事不是那麼大的現象 不是那麼顯著的效果 你就不容易得到你想要的預測的結果 所以要自找麻煩嗎 所以做問卷研究很重要就是 你很認真地要去把問卷發到別人手上 那網路問卷可不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誰填你的問卷 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能把他閉著眼睛說 反正有人填了 有資料出來我就可以畢業 沒這回事 所以目前有些公司 有些國外的問卷調查公司 他會很詳細的問你 說你要發給什麼樣的對象 那你有什麼要求 而且他也要你附上RIC的ApproofLater 然後他才會願意幫你開始收資料 然後他很清楚告訴你說 符合你要求這樣的Data Pool 可能有兩千人 然後他發了兩千封Invitation 然後有多少人Response 然後有多少人填你的問卷 所以你知道是誰填問卷 而且你有回收率 這個很重要 人情問卷要很小心 因為一般尤其像研究生同學 你們的人情問卷要很小心 通常也會發生至少兩個狀況 第一個你發現人心格肚皮 對不對 通常就是沒問題 你給我20份我幫你發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我發問卷給別人 請別人幫我發問卷的時候 我會先編碼 至少在我的研究以後會先編碼 所以我自己會記錄 譬如說第一號到第二十號是發給誰 第二十一號到第十號是發給誰 我很清楚知道 然後過了個月之後 那個說沒問題的家夥 怎麼一份都沒回來 發現原來你的友情很不值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然如果你要檢驗你的人際關係 是很好的做法 第二個是什麼 有些時候你會請爸幫他幫忙發 當你請另外一個人又幫你發的時候 你知道他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請問你爸會怎麼去跟別人講這件事情 欸這個是我兒子那個要畢業 拜託幫忙一下 就填一填 他只會講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被委 被拜託的那個公司的主管 拿到之後 現在都覺得 這個我兒子也要填文件 之類的 然後他怎麼 他拿到辦公室說 欸這個我朋友的人 你就隨便填填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一直要求我的學生說 即使是你父親介紹的 麻煩你親自到對方公司發問卷 最少最少你要打通電話 跟對方發問卷的人 清楚說明你要做什麼 這很重要 因為只要有 我告訴你 你發200分問卷 只要有20份問卷亂填 而且你看不出來亂填 你的分析就麻煩的不得了 你10%的問卷是有問題的 你知道我們發 我們在做這個統計分析 我們做很多效果 有時候你那個Variance 大概5%的Variance 就能夠解釋額外的Variance 就很顯著耶 你今天如果10%的問卷是亂填 真是 自殺吧 就是讓自己長麻煩的一個過程 所以一定要確保你的問卷要很仔細 我們是做研究 所以要嚴謹 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功課 東西交了就好 分數多少無所謂 這要功課 那我想因為時間很有限 我還是留一點時間給大家發問好嗎 所以 謝謝各位